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央球场 第一场 科贝尔vs奥斯塔彭科 北京时间20点开始 科贝尔是两届大满贯冠军得主 在经过上个赛季的低迷之后 他的状态在本赛季有明显的回升迹象 年初的奥网就曾进入了4强 法网也进入了8强 本次温网他在前五场比赛中 分别击败了前世界排名第二位的俄罗斯名将 自沃纳列娃 美国华裔选手刘静文 被球迷誉为日本小雷的大把之美 瑞士名将本希奇 以及俄罗斯希秀卡萨特金纳 时隔两年再次杀进温网四强 奥斯塔彭科在去年法网赛中赢得自己职业生涯 首个大满贯冠军 但是今年法网首轮出局 使得自己的排名受到了很大影响 本次温网他以12号种子的身份出战 前五场比赛分别击败了英国本土选手登恩 比利时老将贝利普坎斯 俄罗斯选手贷地秦科 白俄罗斯选手萨斯诺维奇 和前奥网亚军得主其布尔科法 这两位选手过去还没有过交锋记录 在目前博彩公司给出的赔率中 经验更为丰富的科贝尔还是占据优势 他以一赔1.570 先于奥斯塔彭科的一赔2.37 奥斯塔彭科具备出色的底线攻击力 而科贝尔则更加全面 具备很强的底线防御力 这场比赛将是一场典型的攻防大战 第二场 小薇vs格尔格斯约北京时间22点 小薇本赛季结束怀孕产子后的恢复期重返赛场 但是状态一直都不是很好 在法网进入第四轮之后 因为身体原因退赛 草地赛季中她没有参加任何热身赛 目前的世界排名还在150位开外 本次温网小薇获得了25号种子的席位 前四场比赛分别击败了荷兰选手鲁斯 加利亚选手托莫巴 法国选手梅拉德诺维奇 和俄罗斯红粉罗迪娜 八强战则逆转击败了意大利选手吉奥尔吉 时隔一年半重返大满贯四强 格尔格斯世界排名曾进入过TOP时 在经过几年的沉沦之后 她的状态从上个赛季开始有明显的反弹趋势 本次温网她先后击败了斯特里科娃 维吉奇和贝尔滕斯等选手 职业生涯首次杀进大满贯四强 这两位选手过去有过三次交锋 小薇保持全胜 在目前博彩公司给出的赔率中 小薇以一赔1.280 先于格尔格斯的一赔3.75 优势相当明显 不出太大意外 小薇将在时隔两年之后 再次杀进温网决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